就在《華爾街日報》獨家披露 中國大陸在美國的後院古巴建設監聽站 就近蒐集美國軍事情報震驚了國際輿論之後 10號最新消息是由美國官員不具名證實 其實中國這座間諜基地 早在美國前總統川普任內就已經存在 美聯社引述這個官員說 美國情報圈子一直有留意中方 自促從古巴以至全球多地收集情報 又說中方曾經在2019年提升在古巴的間諜活動 這項行動之所以備受關注 是因為古巴跟美國的佛羅里達州 只有一海之隔 距離不到200公里 而且當地有大量的美國軍事基地 在這裡蓋監聽站 意味著中國可以更清楚掌握美軍情報 更敏感的是當年前蘇聯在古巴部署飛彈 差點釀成走向核戰邊緣的古巴飛彈危機 現在對手換成了中國 幾天前華爾街日報剛報導了時 美國官員態度謹慎 古巴跟中國則是嚴厲駁斥 大陸方面指控美方造謠污衊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 則是發表聯合聲明 強調中方的情境厚言無恥 不可接受 而正式這項消息的美國官員則表示 拜登政府在過去幾個月內 已經採取外交行動 持續中方間諜基地的建設 TVH官 張志明 莊志偉 綜合報導